針對公共議題中天新聞台換照 凱達格蘭校有提供和前總統陳水扁聊天過程 針對媒體第四權總統有話要說 沒有忘記當年自己被罵得最兇 陳水扁仍以總統高度引用名言捍衛新聞自由 因為只有夜聽人 只有觀眾 只有聽眾 才能夠決定媒體的去留 就像街頭新所講的媒體可以介入政府 就是扮演第四權監督市民的這個角色 不能變成全部都是喜缺而沒有烏鴉嘴 高分輩捍衛言論自由初衷 只是號稱超然獨立的NCC 連陳水扁都質疑最初成立的使命 要成立NCC就是希望能夠脫離新聞局 政府單位能夠避免政府去接入媒體 那現在改成為NCC標榜叫做獨立單位 那我們必須要訪問 他真的獨立的罵 政治問題 現場可以決定嗎 NCC可以決定嗎 政治問題 法律處理 關中天是公共議題 審判者屢屢遭質疑求援兼裁判 連阿扁都想問一句 當電視台換照和政治扯上關係 NCC真的公正了嗎 記者陳旭 魏文軒 台北報導 所以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